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统计 我国目前患有失智症的老人已经超过了1000万 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长 该如何善待失智老人 又该如何帮助失智老人的家庭走出困境 针对这些问题 今天的演播室 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 一位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的主任医师李霞 欢迎李主任 你好 另一位是上海乐园养老院的院长包秦琦 欢迎包院长 欢迎两位 我们知道失智老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机翼丢失和认知困难 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也给照顾他的亲属带来巨大的身心负担 下面我们就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失智症老人和他家属所面临的困境 孙小崔老人今年84岁了 孙小崔老人今年84岁了 他是一名二次海默病患者 他的记忆在一点点消失 日常小事也不能自己应付 我现在赶了不怕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病不是他自己要生这个病的 实际上这个人家就以前说什么精神类的病 说他发神经病了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不是精神类的病 实际上是一种老年性的退化 那一开始能理解吗 当然我可是不理解的了 我说话他不开心的 我说话他不开心的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财富被多次打断 同时需要一遍遍向老人解释 我们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家里 孙小崔老人是在2008年被确诊的 阿尔茨海默病是失智症中最为常见的类型 它是一种大脑β淀粉蛋白异常导致的老年斑块堆积 会阻碍信息传递造成记忆丢失 并最终导致呼吸和心脏功能衰竭 去年6月孙小崔老人开始出现情绪失控 理解障碍出走等问题 靠家人照料已经力不从心 王文芳请了保姆 但保姆来家里上班的第一天 就被老人吓了一跳 你老在我家干嘛 我家冬着手的烙 我才是刚才翻那个冬着 没有烙 是这样的家 虽然没有打他 真的打他 但是他的动作就像要动武力一样的 比方说哪个棍子在这样把他敲 哪个凳子扔在地上 他那个正常的理解人的思维 都没有了 就是说一个人 很正常的一个人说话 做事都在理上对吧 他已经不在这个轨道上面了 明明是最亲近的人 但是他却连你的名字都忘记了 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比起老人自己 失智老人的家属 承担了更多的痛苦和绝望 那个时候我就发火 我就很没猝死 这个劲 怎么跟他讲是解释都解释不通 很无助的 这个时候 很可怜 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母亲 也没有地方能够替代自己照顾母亲 在很长的时间里 王文芳一直处于迷茫和痛苦之中 这个小片呢 当时我是到现场去采访的这个老人 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这个老人 他其实表面上看和正常老人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和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 会发现很多有一些不大对劲的地方 那么我也想请问一下李主任 就是在片子当中 这个老人的哪一些症状 可以看出来是非常典型的失智症的表现 他有失智症的三大症状都存在 第一是他记忆力不好了 然后呢 他理解语言的能力也下降了 就是说你一遍没跟他说 他也不能理解 所以语言能力也有问题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他去炒菜啊 这种功能呢 就是叫使用工具的能力 也未必好了 所以这都是认识能力出了问题 还有第二大症状 他是就是他女儿很困扰的 和那个阿姨过来也很困扰的 他会猜疑 他会无缘无故生气 然后他表达的行为不恰当 这些呢 就认为我们是把他归属于精神行为问题 第三大症状 那么就是他的那个日常生活能力减退了 比如说他连穿个鞋子 然后炒菜也是要女儿说 你看你现在炒呀 你要开始动锅铲呀 这些他都 这些功能都不行了 所以这三大功能都体现了有问题 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记忆丧失 还有一些像精神方面的一些行为的问题 也受到一些影响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那个拖鞋 当时我在他家 他就是颠来倒去 穿来穿去 就是穿不对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精神行为的异常 是吧 拖鞋的话更多像是他的日常生活能力 受到了影响 他不再能自己着装了 就包括鞋子的着装 这个还是归属于认知功能 精神问题更多在于他忽然之间生气 然后敲桌子 还有不恰当的有的时候会尝试去打断你们的话 那这些呢 就说他行为是不符合理的 所以那个家属也会说 他都怀疑他生精神病了 其实不是 这只是这个症状之一 我们看这个老人 他的这个归类啊 说是是阿尔茨海默病 这个阿尔茨海默病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称呼叫老年痴呆症 认知症失智症等等等等 这都是指的一回事吗 不完全一回事 那这个是阿尔茨海默病 它就是指特指的一种叫做痴呆的一种类型 然后说的痴呆之后呢 就会有人称 想把它称为民政系统和台湾 或者是曾经香港都称为失智症 那全部是痴呆的一个想要更委婉的一个称呼 然后现在呢 又有人称神经认知障碍 然后民间又愿意把它叫成认知症 这些认知症 失智症 痴呆症 全是症 它是指一群记忆力不好了 又会出现刚才那位老人的情况的一个临床表现的一个总和 它就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总称 对对 这个称之为是症 对 那什么称之为病呢 病的话就是说经过医生的检查 然后就知道了它里面有老年斑 它是因为老年斑因为神经元凋亡 然后是这个病因导致了出现了这种症状 那么我们能够找到病因的就会就会把它命名为一个病 所以说阿尔茨海默病一定是个病 那像片子当中的这位老人 他就是属于阿尔茨海默病是这种类型 他应该是已经确诊了 就是经过医生的诊断以后 就叫阿尔茨海默病 那像这种类型 他在失智症状当中能够占多大的比重 除了它之外还有些什么类型呢 阿尔茨海默病是所有失智症中最大的一个类型 占到百分之五六十 其他的就有路易体痴呆 帕金森病所致的痴呆 血管性痴呆也非常常见 还有呢叫额孽叶痴呆 甚至还有梅毒所致的麻痹性痴呆 甚至你再扩大一些老年忧郁引起的 也有人称为它叫假性痴呆 也就是说分的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很多很多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包院长 我们就在片子当中看到老人的这个家属 其实是承担了很多照料的压力 那您这边也接触了很多这种失智老人 家属跟您反映的最大的难点 他们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多家属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给我感觉他们的情绪是非常的无助 他们很焦虑 他们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这个老人 这个痴呆老人 他的情况会更加遭到什么情况 他们一直就像一个救火队员 但是永远没有休息 但是他们到我这里来呢 很多家属会说 我可以明天可以睡个安稳的觉 我感觉他们是需要我们这些专业的机构 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的支持和帮助 就每天相当于在家都是提心吊胆地过着 对的 那他们在接触到您之前 有没有去尝试过去接触一些其他专业的服务 或者是机构的帮助呢 一般现有家属碰到这个问题呢 首先会求求到一些医院 包括像我们离属的这里的 专业的精神科的治疗 那么专业精神科的治疗呢 医生会给到他们吃药 但是很多家属呢 关注的是我给他吃了药 但是他发生了问题 我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需要更多的一些专业的去服务 在这一点呢就是说 国外可能跟我们国内不一样 他们有些家庭的管理师啊 健康的治疗师啊 可以帮助到家属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家属他充当的这个角色非常多 他可能既是这个生活的照料者 同时他还是保姆 是保洁员 他还是这个资金的提供者 可以说是一人分事多绝 那么在照顾施症老人的过程当中 这个专业的这种帮助 有多重要呢到底 一般性就是说家属呢 就是说在照顾一个老人 在特别的施症症老人的初级阶段 前面的一到五年的时候 主要是在家庭的照料完成的 他一般性呢 这时候呢 家属呢 他一人要分事多角 他既是一个医生 也是个护士 他是一个营养师 也是个厨师 他甚至还是一个最主要的 他是一个资金的提供者 他要去赚钱 但是呢就是越到后面呢 家属会越来越吃力 这时候呢有很多家属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 也会跟家属说 我说你就用心去赚钱 然后呢 把一些专业的事情 交给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完成 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家属也能够喘一口气 那其实说在失智症早期的阶段 还是比较鼓励居家照顾的 那在什么样的 就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比较建议他去寻求 专业的医院 或者专专业的一些养老机构来帮助呢 找医院的话 我们认为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就是医院的话 因为是有门诊的呀 他是每一个老人 他是不是患了这个病 他可能会往什么方面发展 有哪一些因素 甚至有可能是可逆的 那其实都应该尽早的找到医院去判断 所以关于照护 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是需要走到了一定的程度 确实都尽可能的待在家里好 到什么时候开始照顾 也需要至少需要我医院接手的话 是不是说出现像什么摔倒啊 这些情况就应该去寻找一些专业的机构来帮忙 对 就是真的是这样 国外相对于有一个评估系统 首先会对他进行一些评估 比如说你在家里莫名其妙地摔倒了几次以后 然后你在比较操作的时候 有明显的失误 或者说你出去走失了 在国外的评估系统里面 会有一个重要的打风 打风了以后 一般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 证明老年随便坏者 他是一个适合家庭照顾的 还是应该到一个专业的机构去治 他有一个打风系统 应该还是比较完善的 那么失智老人能够寻求到的专业机构 到底有哪一些 那么他们收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那么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目前是上海市唯一一家能够收治失智症老人住院的医院 这里的失智症病人一般是有自杀 伤人等危险倾向的重度患者 而事实上很多病情没那么严重 或者病情已经得到缓解的患者 家属也希望他们能来住院 因为居家照顾压力太大 又找不到专业的护理机构 有的病人明明该出院了 但是家属恳求要多住一阵子 这让李霞很头疼 两头最容易照顾 就最前端的 老人自己有自主性的 很容易照顾 养老院也愿意收 然后最末端的 养老院也 就是那个天天躺在床上 我都没有说话 我都不会说话 我也没有要求 我也不发脾气 我发脾气的能力都没有 我也不会走路 那这样的老人的话 养老院也收的 那这两端 中间有漫长 应该是这个病程有十年 甚至是多年 没有人要收 这家养老院 是上海为数不多的 能够收治失治老人的养老机构 这里超过一半的老人 都属于失治老人 它是哪个地方通 这里的通 三里半通 给它通 给它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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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今年79岁 四年前被确诊患上了 路易体痴呆 这种失治症患者 通常伴有帕金森综合症 而且存在波动性 认知障碍和幻觉 那我没进养老院以前呢 他一直喊我老娘的 他就直接说 你带你的儿子好一点 你儿子是这样子呢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但是他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清楚 有的时候是不清楚的 今年一月 西阿姨陪着老伴儿一起住进了包院长的养老院 每天参加群体活动 做康复训练 半年过去了 奇迹发生了 过去的时候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直喊我老娘老娘 现在喊我男子 现在第一次喊我名字的时候 我很惊喜的 他就坐在那里 我不是能了 走上来走吗 走过去 西阿姨认为 养老院的社会化氛围 对于老伴儿的情绪提升 很有好处 老高现在不仅面色红润 还能自己拄着拐杖走两步 虽然不能说病情恢复 但至少没有恶化的太快 我们看到那个李主任这儿的病房 一直处于家床的状态 那么在采访当中 我记得您也跟我说过 您就是跑了很多很多这个养老院 那么他们的这个态度 对于收拾失职老人 这个态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大多数养老院其实是不肯收的 因为的确是有风险 就是说这些老人很容易会出现一些 会他老要去出去啊 他要去回家呀 他能走 你不让他出去 他甚至翻墙出去 然后又会容易摔倒 他会走就会意味着他容易摔倒 然后有些老人呢 他就像刚才那位老人 会猜疑别人 在养老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难处理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 都是比非人执政 非失职症老人会来的 就是难很多 所以说 万一在真的出现了一个风险 那个老人爬高去了 摔伤了 那是很大的事情 所以养老院涉及到这些风险 又没有专业人员 他们就大多数都会拒绝 那也就是说 可能像这种失职老人 他可能还不如那种非常病重的老人 摊在床上的老人 更容易受到这个养老院的欢迎 对 如果失职症的到了很重度的话 他就一直在床上 他都不太会走 然后你就被动地喂点他东西吃 那这种情况下 养老院觉得只是管生活护理 就不要操心别的 然后风险也可以预见得到 那么倒是愿意收的 那我很好奇包院长这边 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收 那您为什么愿意收失职老人呢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希望做一家养老院 这家养老院是以后 说不定哪一天 我自己能够住得进去的 一家养老院 就是您怀疑自己 可能也会有这个失职的情况 对 因为我自己也学义的 但我觉得有这种 现在就是说 其实这种 其实这样什么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现在都是独生失职也是很高很高的 那么我希望呢 就自己呢可以去做一家这样的 我想象中的养老院 而且这家养老院呢是 可以以后 哪怕是我自己做进去 也是可以的 就是为了这种 也是这种个人的一种信念和理想吧 然后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就包括我们的硬件和我们的软件 我们的硬件就像我们整个养老院的色彩 完全是按照就是说 失职老人这种感官感受去设计的 黄色的地面 对他来说就是安全色 然后呢比较危险的颜色 危险的地方我们用深色 让他感觉这个地方是危险的 我就不去了 然后失职老人看的所有的灯光 都是一些明亮色的灯光 给他们也更加多的安全感 那么在我们在失职老人 这个设计的时候 给他们设计了一个迷宫的路线 这是硬件方面 我们投了很多的想法 设计成迷宫 迷宫 对我们整个养老院 就每个层面都是一个迷宫 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管怎么走都会回到原点 他不管怎么走都能回到原来的地方 然后呢这样的缓解他的内心的焦虑 因为他其实忘记了 他要去找什么东西 他急着他就表达着我要出去 但是找什么东西他不知道的 那你接收了这种失职老人之后 有遇到过一些风险 或者是一些突发的情况吗 有 有些老人 因为你要让他去走 让他去带来 他可能就会发生摔倒 甚至说比较更加严重的 比如说骨折 但我们在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 首先把每个老人 购买了一个老人的人生意外伤害保险 每个老人身上有50万的保险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彻底地解决了 就是双方之间可能产生的麻烦和矛盾 好 我们的话题正在继续 那么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前段时间有一部专门讲述 失职老人的纪录片 《我只认识你》上映 影片讲述的是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魏芳和他的老伴树峰 相濡以沫 共同对抗失职症的感人故事 那么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部影片的一个精彩片段 《博取生死》 《人生病态》 《交换团圈依》 《交换团圈依》 《国 cada选辑中的民主委》 《人民计算法》 《交换团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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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天提醒你》 《与天提醒你》 《交换团圈依》 《交换团圈依》 不要怕好好的 我去老子 要捏微信我都好 老婆啊 爹好意料好不早 是 那你喝了 那你啥 你喝了一杯酒嗎 那你喝了一杯酒嗎 那你喝了一杯酒吧 就在這裡說 他們就要吃飯了 吃飯了一杯吃飯 吃飯了一杯吃飯 媽媽也要吃飯了幾個人 吃過兩年 这是你保护的我家室 我保护的压寸没了 可以多少人我去 你怎么不算乱想 现在大概去世上四岁左右的孩子 我记得是你担心的 你怎么不担心 最终的一担心 过来我们不担心 我家室一直以为 你一家人都不担心 已经是你四十三年 一旦 据我们了解 这对老人正好是导演赵青 和制片人冯都的书工和书婆 那么老人现在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呢 他们为了对抗失智症 做了哪一些努力 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 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冯都 冯导你好 我特别想问一下 当初为什么要拍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专门去关注失智老人的情况 其实我们刚开始想拍这个故事 因为是自己家里老人的故事 当时我们并没有特别想得很宏大 说要拍一个失智老人的故事 最感动我们的其实是书工和书婆 之间的爱情故事 因为其实在我们开拍的时候 书婆已经患这个病 已经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 那书工呢 他是数十年真的是如一日 24小时的就是对他自己的爱人 这样的一种关怀 这样的一种非常无私的 尽心尽力的这样一种照顾 而且最感动我们的是 对于这样的一位生病的患病的妻子 她的不离不弃 而且是她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 还希望保持过一种非常有尊严的 有质量的 有情趣的 有爱的生活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打动我们 让我们看到了老人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他们的老年生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就很感动你们 但是我们这片子结果拍了三年的时间 但是在拍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越来越发现 其实他们两之间的爱 不仅是因为叔婆活病 不仅是单方面的叔公对叔婆的一种爱 其实叔婆也在用她的方式反馈她的爱给叔公 就像我们片名一样 她已经忘记了身边所有的人 但是她唯一认识的就是她自己的爱人 我的叔公 而且她还能保持着一种用幽默的方式 还去和她的爱人打劲骂俏 用幽默的方式去爱她的爱人 这点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 而且虽然说这是一个失智老人 虽然说我们俗称这是老年痴呆症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样的老人 平常都做一个痴呆的情况 但其实真的不是 刚才有讲到说她忘记了所有人 但是她还记得她的书公 记得她的爱人 她忘记了她自己所有的过往 但是她还记得她曾经是一位 卢安区教育学院李院长 她曾经是一位老师 因为在那个年代 作为一名女性能够受到教育 还能成为老师 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而且在片子当中大家也能看到 虽然她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她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她还记得暧昧 冯导不好意思 时间关系我就先打断您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连线 非常感谢 谢谢 那我也想请问一下 李主任和包院长 就是两位有没有看过这部影片 给你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深深的爱 其实我觉得爱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其实我们的脑瘾期待患者 他们也需要是关注需要爱 就是说我们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 能够给他们感到爱 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李主任这边就是对于像未来 对于失智症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建议 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就是说从这个片子你也看到了 就是说即使生了这个病和生了失智症 它不是时间末日 也许就是从这些 所以我们这些所做的工作你看到 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来帮助他 其实有可能这些老人能够获得 就是说即使生了这个病还有尊严 还有爱 就其实我也是特别推荐观众朋友们 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 还是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 因为现在呢 他正在上海很多社区进行白场的公益展映 他把一个原本值得叹息的一个故事 可以说讲的是充满爱和尊重 那么在本周其实还有很多像这种公益活动 正在举办 也可以看出来大家 社会现在对于失智症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其实失智症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 或者是可耻的一个疾病 而是一个普通的需要更多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而且需要更为专业的照顾和护理 2013年上海市老龄事业报告也指出 上海失智失能和半失智失能的老人 已经达到25万 而在全国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1000万 该如何为失智老人提供更专业 更好的这个护理服务 我们需要更多专业力量的加入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